其实就是一个爆炸性的成功 你现在回忆起来 那种冲击到底什么感觉呢 就它其实分好几层 你真说第一反应的话 就是很开心 但是呢 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它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在数字上 转发了多少多少 你的生活没有改变 然后慢慢地 对你的讨论越来越多了 甚至是你躲在路上 会有人认出你了 你才开始觉得 这个东西入侵到你的生活了 就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再到后来就是恐惧了 很恐慌 那时候很恐慌 恐慌是大概什么阶段 出名没多长时间就开始恐慌了 你当时只觉得 哇互联网太可怕了 就奇奇怪怪的声音太多了 是你自己没有接触过的 适应不了 你怎么 打电话给杨明哭嘛 就打电话给杨明哭嘛 他们为什么要骂我 但你之前是个活在网上的人吗 是我是我是一个互联网就很深度的那种 就重度的一个 重度的 中毒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 你追着吧 我等一会儿 这是我们点的是吗 你们不是给徐老师也点了吗 他的呢 我就分这一份 我们预算有限 吃吃吃我的吃我的 我们这个才十九块九 这个阶段多久可以适应呢 那种被入侵 然后被评价 不对不断地各种评价这种 到一将近两年吧 那个也是我团队开始磨合 差不多磨合好了 他们有时候会给你一种不要怕 我去帮你骂他 这个特别可爱 特别直接是吧 对我去帮你骂他 我这里有证据 我们给他从头到尾捋了一下 我们没有问题 你不要害怕 他们比我冷静很多 也比我乐观很多 所以他们能能安抚到你的情绪 那些开会特别可爱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家庭戏班子 我们一直有一种小作坊的感觉 或者很像当时那个台湾综艺节目 就是他们有一个团 今天有什么新闻事件 他们就立刻开始写本子 然后晚上开始演 就他就变成一个 对当时台湾社会的各种分析理解 好嘲讽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东西 有一点像吧 可能有一点像 我的团队这帮人是 有时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 对而且你兴起的过程 正好是舆论环境开始非常的 两极化的过程 是怎么办呢 你没想过往后退却吗 没有 没有 要吃饭的嘛 要赚钱的嘛 而且最那什么的时候 你只是有一种很委屈 很冤枉的一个情绪 但那个情绪又不是压倒性的 摧毁性的一个情绪 出来的就好了 被这么大量的关注 因为你想你都不喜欢被关注 不容易上去 那在边上 你怎么应对呢 就是做鸵鸟 做鸵鸟 只要我看不见它就没有发生 其实这很好的办法 很好的办法 非常有用 然后现在慢慢可以适应一些了 但是我的适应方法就还是不看 不会像以前看到了你 我会手心发凉 会出冷汗 江义勒一开始承受力怎么样了 就是突然被咱们多人议论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要试 都很难承受 这个很难 他现在已经坚强非常多了 他对崩溃时候怎么应对他自己 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 反正更晚就会哭 但我那个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太把他当回首 我说多大事 那什么时候开始更易烧 他那种真的痛苦的 那六年那会儿 其实确确实实 我们两个都蒙了 我觉得可能人生中你遇到压力 就极度压力的时候并不多 总觉得那个时候对我们俩来说 都是 是在拍卖之前吗 拍卖是一个很标志的事件 这个我们交易的 其实是在应该是在拍卖之后 之后是吧 对 虽然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你凡尸赛 但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难 好 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过去 拍卖之前 我觉得可以坦白讲 都是幸福的烦恼 后面是因为整个的 这个舆论的声音很多样化 然后你就发现 就是你很朴素的一个念头 就被取决出那么多种版本来 然后你又拍出了一个2000多万的价格 虽然我们都已经捐掉了 但我们后面 比如说又算我要去变线 我应该怎么定价呢 对吧 然后定完价这个客户会怎么看呢 然后网友会怎么看呢 对吧 然后最惨的是 我觉得我们俩 在九丸桥的一个开会店室外 俩对着哭 因为他想哭 他哭高 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什么契机呢 是什么引发的 就是他有一个前提是 他就不是冲着一个要获得这么大影响力去的这么一个初衷 如果说我今天就想成为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人 我做这件事就为了这个目的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你那个承受力可能会更强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 但我们在做这件事的初衷就不是要那个结果 他产生的后果和你自己的预想 那个差值非常的大 他伴随的就是肯定有人说你好 就有人骂你 有人支持你 有人就会从各角度分析你 这个肯定会受不了的 对 我现在想想你们16年那时候 就简直像一场梦一样 真的 很少有人突然做这么大的梦的机会 后来想想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在补课 因为你跳过了很多个步骤 对 有很多种感知 很多种认识 很多种感受 该经历 但我们未曾经历过 那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可能都要补回去 要还的 对 都要还的 那个课补起来太难了 对 现在等于这一代人要为自己 这一两代人要为自己 之前过分的整个社会环境那么好 要补课现在 对 大家都在补课 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在这个奔跑的时代 其实每个人多多少都能为 有那么一点点 叫成长的烦恼 帕皮匠就在过去一个月里 他的粉丝数 在那么大的基数上 仍然翻了一番 在北京如此平凡的一个下午 我们在这儿举行一个多小时的活动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这一个小时将来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 起拍价 21万7千元 21万7千元 两年之后 帕皮匠这样的角色 他会变成什么样的 大家觉得商业化的力量 把他未来透支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当然要把他的未来一把透支 五十万六十万七十万 八号直接出到一千万 你这看着太无聊了 我那时候比现在瘦好多 我没看过 第一次看 你看那个 我当时那书旁边书 叫走向世界的挫折 一千八百万 两千万 两千二百万元 成交 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条广告 单条视频诞生 他说到 我挺可怜的 那些唱完歌的 就恍如隔世吧 完全不同的社会情绪了 对 我觉得我也有变化 我觉得就是我对他们那么强的抵触到 慢慢的试图去理解 不知道是成熟了还是变得退缺了吧 不知道 我又坐下来了 对吗 包括当时16年 等于是很标志性的 罗志云他们拍卖广告 那个事情 那还是一个 你们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吧 应该算 我现在觉得那就是一个营销事件 罗老师吗 很聪明的 您采访过 我们这个节目第一季就是罗志云 对 对 反正他说话我也经常听不懂 但后来我是把这些事情全都交给杨明 这个事情怎么搞我 不管 但我不上台 我不会改变我做内容的东西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也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从客观上来说 他确实是对我是有好处的 一下子民气很响 闹得很大什么的 但对我本质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反而是让我非常的害怕 怎么理解这个可怕呢 首先是这个事件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拍卖 什么是拍卖 你拍卖的是什么 最后拍出来的这个金额 真的听闻数字 太可怕了 什么样的脑子能想出来这样的主意 也只有罗老师这样的脑子 他们跟你说数字之后 你第一反应什么 你记得吗 疯了吧 那怎么做决定把他捐出去呢 这个是我们拍卖钱就决定了 因为我们公司运作的话 我们是有投资的钱的 不需要靠这个钱 就决定就不管多还是少 我们都卷掉 所以很多人问我 你拿到两千是什么的感觉 我说我没有拿到 我这个钱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袋 那你想拍出这么大的一个金额 你们要做那个广告 是不是压力就变得非常大 是有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呢 你无从排挤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广告 客户也不知道 我都不说那会儿 我觉得现在的客户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广告 所以那会儿就只能是 你觉得这个广告应该是 怎么去做 我觉得可能跟131对待客户的态度差不多吧 我们没碰过这么多钱 不知道 下次有一集 我们给我们两千万 我们就好好想想怎么做一集 不用那么多 给多少都是假放 太成熟了现在 没有我们是现在真的觉得 就是如果有广告 我要把那种做得更好 我不能让别人看完之后觉得 这就是为广告做的 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有广告的话就做得好 客户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你想一开始 你像从15从那个冷了是吧 有一点冷 今天阴阴的 那比如从15年底的时候 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 你们做什么都是一个风潮 那是什么感觉 就是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莫名其妙 自己也不理解 那问题是 比如那阵风那么大的吹过来 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风力下降了 不是该做什么 都是被引起那么多的关注的 也就两三年以后吧 我觉得那个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一直被顶在上面 反正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也不是好事 那个时候刚开始被吹捧的时候 我就跟杨明说 我说我特别怕捧啥 能把你捧得多高 就能给你摔得多惨 我不需要那么惨痛的东西 但你说的就是说 被捧得高高的 就担心被摔得重重 那你曾经被高高的 那你也没有摔得重重的 没有被摔其实 对 平缓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 担心那种衰退 大家对你做那种不感兴趣 也没人关注这些内容 我觉得早晚会有那一天吧 你只要接受这个 你就没有很担心 就做到自己没有想法了 或者确实它不被需要了 那就停了 你现在怎么评估 你现在想法的旺盛程度呢 现在想法的旺盛程度 它不像以前 因为现在我说实话 限制太多了 我觉得15年能做很多东西 现在都做不了了 跟那个戏份比较宽松 有很大的关系 你既要有自我约束的 你又要有平台约束的 你也不能去调侃 有很多观众会觉得 你调侃就是不敬 你也不能去评论 你评论就是 我很害怕冲突 任何形式的冲突 我都很不喜欢 而且现在有时候 总会有一种 怕自己说错话 怕自己表达不清楚 然后有时候 因为你自己 随着你粉丝数量上来 你对自己的 自我约束也会很大 那所以我能做的东西 开始变得非常的少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不可理解 我们曾经有一次 做了一个反讽的内容 就是你第一眼看过去 它就是一个反讽 然后评论里面说 你怎么可以提倡这种东西 我说我在反讽啊 所以我们后来 会在所有反讽的视频 后面加一个 我们这个视频是为了嘲讽 绝对没有任何提倡的意思 就有些人看到一半 就已经给你下结论了 三观不正 不断说三观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以往后吧 我觉得比15年更前了 三观很正啊 什么什么的 但后来是谁说的 三观没有什么正不正 它只是 是不是符合 当下最主流的一个 而且你什么时候 开始感觉到 比如说 大家在观念上 应该更开放 因为随着技术 这个交往的增加 但实际上 它越来越保守的趋向 1819年吧 那会儿开始很明显的 觉得网络的舆论 开始变得很 很奇怪的走向 极端的声音非常的多 但我觉得这 有时候反而觉得 你上网上多了 限制了你 限制了你的很多思考 是啊 前两天是看谁说的 你的思考到底是谁的思考 你的想法到底是谁的想法 对这种不断的 就无处不在的这种 就会使人 完全就僵化了 完全就是会 它能变形吗 然后去找一个缝隙 可以表达 看值不值吧 你是有多想表达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缝隙 你确定你能找到吗 其实要找的这个缝隙 可能得用圆滑吧 你得是那种吸溜一下 没有任何的毛病 出不了任何的错 同时还能表达 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那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的感受里 就伤害的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如果是 这样的东西的话 代表你没有那么想表达 或者说你的这个观点不值得 没有那么值得去表达 如果是一个需要支溜一下的 就这种时候 你要表达的一定是一个 多多少少有一些冷脚的 有一些刺的东西 就是嘲讽 哪怕我不是针对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命题 它也得是有一些刺的 但现在这个刺 没有人敢打保票 说你这个东西发出来 OK还是不OK 挺要命的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保持 对生活的一些刺 是非常必要 一直都是 小时候就感觉是吧 小时候就有 尤其是我们现在做 我也不能说我们 这个是喜剧 或者是类喜剧吧 一定是对生活 有很多意见的 人才能做出 好笑的东西 在我眼里有三种笑 搞笑 可笑和好笑 我觉得搞笑的东西是 真正的搞笑 比如说周星是那种 无厘头的 它是需要很高超的 技术的 技巧的 可笑的东西 是可遇不可求的 大多数发生在生活中 你一定要 能发现这种可笑 你才有可能 去做好笑的东西 然后好笑的是 幽默的 是戏剧的 你需要有一些设计 你需要有一些观察 你需要有一些生活的东西 来帮助你 你觉得最擅长哪种 都不错 都还行 确实是这三个 也就涵盖了 我的视频的所有 那这个趋向呢 这三种 哪种会越来越多 面对这个环境 好笑吧 好在吧 你生活还是在继续 你还是会有邻居 你还是会有亲戚 你还是会有朋友 你还是会有同事 你还是会有你很普通 但是每一天 都会过的生活 你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你还是从这些事情里面 去汲取一些灵感 然后同时有一些 你自己要表达的东西 去把它铲除 一直都觉得我 我很好笑 我为什么不让更多人 看到我好笑呢 你什么开始觉得 自己有好笑的 我从小就知道 自己很好笑 就是一般班里 都会有一个 大家说开心果 我就是那个 你幼儿园就是开心果吗 我幼儿园 我想不起来 小学开始吧 就是 因为我从小 我爸妈就一直在吵架 然后吵到我20岁 他还离婚了 你需要就 我需要 一个是弥合 一个是弥合 对我当时的我 还不是特别 我当时需要找到一种方式 去消解掉 给我造成的负面影响 躲避到一个 自己的小世界里 我觉得是 就是因为他俩一直吵架 所以才造成 我是一个开心果的人 我那些小时候 一直在想 就是赶紧 就是忍过去就好了 明天就可以去学校 你可以让大家开心 你可以让大家跟你一起笑 你就觉得 这个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这么了不起 没有 我觉得是很无奈的吧 就如果我爸妈是很恩爱的 我可能也不是现在这样 也是小孩子的生存方式 对 但所以我也觉得 就是我觉得有些人 把原生家庭看得太重了 我觉得原生 我特烦这个 其实 他不是不可逃避的 所以我是尽量 不要让原生家庭的东西 影响到之后的我 就是你可以创造一个 新的自我的 那你觉得你爸妈 听到你讲这些话 他们会什么怀疑 我们没有很深刻的聊过 但是我有一次是 我二十岁 我跟我妈有过一次 非常巨大的争吵 母女俩从来没有 淘心窝子说过话 只有那一次争吵 是淘心窝子说的 两个人眼泪狂飙 那会儿他们已经离婚了 那一次说 你知不知道 你们给我带来多少痛苦 我有多痛苦 你知道吗 告诉我妈 然后后来我妈也 眼泪狂飙 我也不想让你痛哭 我也很痛哭 什么的 我说我知道你很痛哭 什么的 跟演电视剧一样 但后来那一次 巨大的争吵之后 得到了母女俩的大和解 因为可能真的需要 试棒之后才能 一般妈什么样的人 他们俩都非常有声明明 我妈妈是下岗的那一批 是一个国企 全国都是吗 但是我妈 她从下岗到她后来退休 她只有半年是没有工作的 她应该换了十几二十个工作 然后我爸爸是上海大学中文系 做记者啊 做编辑啊 自由撰稿人啊什么的 你爸是跟我同好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我爸后来开始研究 研究什么呀 也是比如说上海的近代史啊 什么的 这么有意思 我会跟你爸挺聊得来的 你俩肯定聊得来 我都不跟我爸了解 我爸跟我说 你知道吗 上海在开部以前 在金山那里 挺这样的 那时候你现在想起来 那时候去回来上海 是什么感觉的 那会儿的上海 就如果我童年印象深的 应该就是有很多路边摊 是真的就很路边摊煎饼果子的 什么卖上海那种油炖子的 炸里脊肉什么的 其他的真的没有太多印象 那时候对自己 是因为十五六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比较清楚了吧 对自己未来有想法吗 懵懵懂懂的 没有想法 到高中吧 才觉得那会儿是看了什么电影啊 还是什么的 看到中央戏剧学员这几个字出现了 再加上在高中 会自己排一些小品 身边人就开始吹捧你 你好棒 江亦磊你好棒 你好厉害 你去考中系吧 什么考上系吧那些 后来就觉得要不去试一试 因为我数学真的很差 所以我就觉得我正常上学我能不能考上呢 就开讲掌会我妈就会去跟老师说啊朱老师啊我们家江亦磊数学不好啊你能不能给他补补课啊 然后他很敏锐你是不是不喜欢数学我说我不喜欢他说很正常我第一次有一个老师跟我说偏科是很正常的 这老师好自在和自由他很自由他很自由包括我上大学前是他推荐我天涯论坛 他叫什么呀方便说朱凡昌我跟他到现在还有联系 然后就说他说如果你不喜欢数学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别的学校或者什么的 他说偏科很正常没有关系呢 这让我妈听见我妈肯定要生气 后来我就跟他表达过我想上中系 然后有一天朱老师就说中系开始报名了你要不要去报名 我说我不报了我爸妈肯定不允许 他说你不要考虑你爸妈 你就说你想不想 说那我试一试 我们一共是三试 每一次考试的费用是一百块钱 他就每一次帮我交钱 然后每一次带我去考试 我在里面考他就在那个学校外面等我 到进三试的时候我在上课 他早上骑自行车去上系帮我看报 这么好 很好对我真的很好 然后给我发信息说你上赶紧过来 然后那会是班主任在上课 我就腾了一下站起来 我说我进三试了 然后所有全班给我鼓掌 然后我说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那是人生很动人的时刻 很动人很动人 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激动 他说但他那会儿 但是多大年纪 不到三十吧 就很年轻 后来跟我说他没有想到你能考上 还有50%的这个动机是你放弃这条路吧 你就踏实下来学习 但他说我考上他真的很开心 你爸什么反应 我爸就觉得你一定能成 我早就知道你能成 你这点就是像了你爸爸我了 你们家你爸爸是一个更盲目乐观的人是吗 是的 我妈会更实际 那你觉得你这身上哪部分更多呢 像我妈吧 不能太漂亮 你还是得落到地上 不然的话你的生活会有危险 所以如果没有跟你说中系的事 你觉得你的道路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能就是进上海理工大学了吧 然后学了一个文科 然后到2011几年可能依然开始拍短视频 总是会走上那个路 我觉得会 因为他给你带来了乐趣 然后你的兴趣和爱好可能也就在那 你上次说你05年来北京的时候 那段时间特别的 北京特别迷人 给你特别好的印象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我觉得那会儿的北京啊 它带着一种自由的东西 这是一个让你自由的城市 然后你去的又是一个 尤其自由的包容度很高的一个学校 你身边的同学全都是一些拐开 他是一个全方位的让你觉得 哇 我好自由 那会儿中系附近全都是这样的酒吧 或者是咖啡馆 有人在聊书 聊戏剧 聊电影 他其实对中系学生的一个自我塑造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你会不自觉的你就觉得 我要成为艺术家 我会成为艺术家 序列都在这里 对 我前年跟我老公 我们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回南楼骨香 对 胡同里面 学校在胡同里面 然后记忆消失了 记忆消失了 看到南楼骨香我俩傻眼了 胡同口是有炸鸡的 这是什么 然后我就站在胡同 我们也不进去 张望这个店 卖什么江南特产 上海回来找你了 是 这是我故乡的召唤 我们更早 17年吧 18年 也是结婚纪念日 去那一个咖啡馆 进去之后 我们发现二楼一个人都没有 那会儿都是一座男球 他们都躲在宿舍里 看咖啡这样的短视频的吧 我觉得也不会吧 我觉得中系学生 并不想成为我这样的 大部分中系学生 我觉得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成为我这样 那你喜欢你成为你这样 很好啊 我听说那天 他们都被问到 有没有遗憾 或者说觉得我的遗憾是什么 还做挺多功课 没有没有 就我们公司同事都很八卦 我发现了 尤其是对老板 对他们来说 小姐他们特别开心 我也很开心 他们被我们的同事消解 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博报一下 对 遗憾 我这两天就仔细地想了一想 我没有遗憾 因为我可能 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那样 我能到现在这样 可能就是因为我运气好 然后加上我个人的一些天赋 和一些努力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运气的话 我可能就 nobody 所以当时运气过去 你也觉得很坦然 对 你顶多会有一种 应该趁着红的那两年 多赚点钱 这种 我可能是觉得 我不想过很累的人生 我觉得有梦想 有理想要去拼搏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就只是想轻轻松松地过吧 这样是不是在薛老师眼里 这种是非常 充满羡慕我 不是啊 因为我觉得 充满羡慕 但是如果说 那个远方的地方消失了 让我处在一个 其实我看起来 没有任何压力的地方 但我是非常不自在的 我可能跟您就正相反 我觉得我更多的 我有很多的无力 我有很多的视频 其实是基于一种 无力感去做的 一些反讽的呀 一些什么的呀 一些有 争辩失弊的呀 并不是出于愤怒去做的 因为毕竟我是想做 有 就好笑一些的 我不想很 很严肃的去 那什么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可能只能服务于 服务到你自己 可能大家看完 不会有你相同的感受 没有办法跟你感同身受 还是想 我用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上 更多的人去明白 我什么意思 你如果用愤怒的话 这个方式很难找的 那你会觉得有某种 怎么说呢 你其实过去的 很长一段时间 不管是这个时代 社会也好 包括这个更年轻群体 兴起也好 大家是有意识的 去历史化 不去面对更长远的东西 然后更活在此刻 然后更碎片化 去回避掉沉重的事情 刻意把自己放在 某种天真的状态里面去 或是回避去思考这些事情 这个没有办法 有很多人是看不到这些的 就是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 不是一个刻意的回避 然后普通民众 永远都需要被娱乐 永远都需要 更开心的事情 虽然我说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吃过苦 但你说一个80后 如果背着房贷 还养着家 加班太多 他也苦 你内心的苦 一旦是 你个人承受的一个极限 你感受不到大众的苦 那我就刷刷抖音 我看看 我消遣一下 为什么要去感受大众的苦呢 我自己很苦了 或者说 对 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苦闷 刚才你说这种 也是一种苦闷 但好像这种苦闷 大家又不知道 怎么去表达这个苦闷 某种意义上 我可以这么说吗 我也不知道 一直没有表达方式的 不管什么年代的苦闷 都没有表达方式呢 前一阵 有几天晚上 我就睡不着觉了 就在想 我明天起来 要买什么 买什么 开始就往家里面搬物资 各种各样吃的 用的 家里现在堆了 得有三五香牛奶 二十几根玉米 就很稠啊 还是有点冲动 但是真的 你是 你的这个 你自己根本就拒绝不了 对 你这时间还短 你想一开始 可能是胶着 等随着时间更长 它越来越内化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 真正的苦闷 你甚至可能都不知道 怎么去表达它 然后就随着时间更推延 它就变成一种淡淡的东西了 都不是那种 它就变成生活了 然后你就开始慢慢习惯它 对 我觉得 时代苦闷 我觉得七十年代生人 因为也是赶上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开始经济蓬勃发展 因为我们本质上没有 但因为我们受上一代人的影响 对 对 他们都在谈时代的苦闷 像我爸妈 他们就是切实感受过 这个苦闷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九十年代是很美好的 觉得什么都是有希望的 我们会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 后来想到 我妈九十年代下岗的呀 你不能只看到照片上那些非常 向往美好生活人 但是离你最近是你妈下岗之后 在家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你往他们再上一代 我爷爷奶奶 他们不会把这种苦闷当成是苦闷 因为他们有过更苦的 我奶奶那个时候要他交代 然后我奶奶就说 我意思就是我交代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干过 等等的地 然后说你老虎屁股摸不得是不是 我奶奶就跟人家拍猪 说我的老虎屁股 你就是摸不得 我爷奶奶是当兵的 他们的内力就是有一种 我们下来的时候 你们这类нич的 我们下来到